Hello Hello 大家好 這個是一個15滿月星運的特別版來的 正如上期所說 我最近真的非常忙 因為城門口外很多客人去找個開星盤 我現在看回落袋 還有20多個客人 所以真的忙到無法呼吸 所以我最近身體都比較差 我大壓力到睡不著 我最近的睡眠質素真的很差 其實很累 但是很早又自然醒了 因為我知道其實暗磨底 我會覺得如果太遲起床 又開始做不及那些事情 很早醒 但是因為睡眠時間已經搞亂了 就令到我是不能夠太早睡 我還是持續兩三點多才睡 還有即使我早上床都沒用 我都睡不著 然後可能每天就八點多九點起床 所以其實是持續有睡眠質素 還有有時候可能就算我做完事 回到家 七八點多想去睡覺都睡不著 所以真的要原諒我這個壓力是非常之巨大 還有有些人很 令我真的非常討厭 我真的會用討厭這個字 就是不斷在娶我 即是說明這個服務 有一個時間範疇 還在期間不斷娶我 不知道娶什麼 很討厭 我真的會用討厭這個字 不好意思 放苦 但這個負能量很適合現在這個星座 因為我上期也說過了 如果是反應熱烈的話 頭三位都可以在15滿月有一個特別版 會專門說你們 由射手座滿月這一刻開始 直到農曆潤四月的雲勢 現在在這裡我就不公佈是哪個星座 我想不斷去透露這些星座的性格 陰些陰些 讓大家猜一下 究竟現在是哪個上星或太陽星座 這個15滿月的雲勢 首先我講了負能量 這個星座 尤其是這個星座的男生 負能量是特別重的 很抑鬱 真的容易有抑鬱症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出名聰明 多事情想 我們中文有句成語叫做 智者千類別有一失 我們要專注於智者千類 你想想 我們不是叫智者千念 不是叫智者千想 是叫智者千類 哪個類 憂慮顧慮 其實有時候有些人太聰明 太聰明不是一件好的事 因為我們也都 例如英文也有一句 就是說 無知是福 但是太聰明的時候 人們會想一些 差的事情 會想到一件事情 有千百萬個差的結果 然後去想很多不同的 總之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人性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會有很多的顧慮 所以太聰明 你想得太多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但是會偏向負面 所以這些人會比較負面 心裡面的情緒 由念頭去帶動到負面的情緒 大家能否猜到說哪個星座 不要緊 我繼續 所以其實這個 剩下這十五十六個左右 是非常之適合這個星座 去做一些自閉 一些記憶的事情 尤其是就著什麼議題去想 就是 就是就著工作 或者是學業 如果是學生歌 那就不用聽了 因為學生歌 只是有學業 就沒有工作 或者可能你們 就快打暑期工 但是 尤其是一些大人 就是 你們要在工作 和一個可能是 在持續進修方面 去做一些取捨 究竟應不應該是 剩下這份工去 考個Diploma 去繼續讀書 或者有一些 work related study 可能是公司 叫你們去考個Degree 這些這樣的進修 是非常之需要你們 很深思熟慮的考慮 這個星座 和學習都是非常之有緣分的 除了這些之外 你們去自閉 去contemplate 也是要去認識自己的陰暗面 這個星座是非常之強的陰暗面 雖然 他表面 是經常很開心 很討論 但是 原來 內心 是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 OK 但是其實不用怕 你們儘管去認清楚 其實 你們真的是一個壞人 OK 但是 我不是在踩你們 我意思是 大家都都是一個壞人 佛教也有句說話 愛不寵 不生疏婆 當我們 人類 如果 我們沒有這個 貪著 沒有這個愛念 沒有這個貪親癡 三毒 沒有這些 你我執著 你我之分 我們不會生在宇宙 這個疏婆世界 所以 其實 聖本善 當然我們本身 有一個善緊 但是我們 來到這個地球 始終都是有些地方不完美 所以 去接受這個地方 不需要太過 覺得這個東西很羞恥 這個 來近的15,16度 是給你們去 認識自己陰暗面的地方 OK 就想一下有些地方究竟应不应该做坏人 你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内部的困难 但当然我劝你们做好人 尤其是在什么范畴呢 关于一些秘密 你们会有一个很大的斗争 就是觉得我会不会将某些人的秘密爆出来 你们是一些很出名的 很喜欢收封、听百卦 很多小道消息去散播的一个星座 这段时间你们会去抗拒 究竟应不应该将一些东西去唱给别人听 当然我肯称你不好 也尊重别人的私隐 还有如果你有些东西是关于自己的私隐忍不住 想去唱给别人听 那就千万记住不要 因为看回这个星座 其实如果你说了之后 是容易对你的很多的 总之会令你的生活范畴造成打击 好 最后也是有些内部的内部的困难 就是在感情关系上 有出轨的可能性 还有这里是 就是会做一些三国关系 多人运动 或者是结身之外 所以在你们的心里面 会有天使魔鬼 这两面的东西 有一个很强的拉斜 就是觉得我应该是去做一些喵喵 去尝一下禁果 或者是要 结身之外 也有这个内心 双面的拉斜 双面的拉斜 OK 但是无论如何 说了这么多负面的东西 对吧 但是也有些地方是值得去赚一下的 值得去提升一下你们的态度 OK 就是说 哦 原来来这十五十个月左右 如果有一些东西是关于灵感创作 那你们都会忽然之间 有很强的直觉 这样去叮一声 就去帮你们是 真是 施如传勇这样的 好了 说了这么久 大家猜不猜到 是哪一个星座 在上期是有一个非常反应的热烈 是超额完成了 所以今集才可以排到第一 就是他们都是 就是那个反应是最热烈的 OK 那么现在快点 drum roll 对了 我说的就是双子座 yeah